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先生也是狮子座 是吧 这说明我觉得你是忘我们的 那一定的 是吧 而且这还形成了一个链条 就是曹老师射手射狮子 狮子猎白羊 白羊跟着射手后面 射狮子 射手跟着狮子一块射敌人 哦 你瞧 这是敌 对 我跟你说白羊 我就是刚才讲 白羊座我的感觉啊 就是优越感极强 就是白羊座的共同特点 就是不信星座 我见过的几个白羊座的艺术家 我对他们有一个总结 就是他有时候也那你没辙 你知道吗 就是说呢 他就是穷牛叉 但是呢 他拿出作品来呢 也是真牛叉 这就有点反 你知道吗 当然就这个咱们星座胡说了啊 咱说点真实的东西 有文化底蕴的东西 就是咱们的两会嘛 你看我现在老跟人民日报在一块 我觉悟越来越高 跟着两会 两会提案 曹老师有一个你会感兴趣的 就是书法进中小学课堂 有这个委员 好像还是中文书法家协会一个副主席 就是提出 其实这个提案也不止他一个人了 就是一直有这个呼声 最早提出的是周乃正老师 他早无数次在政协会议上提出来 当然书法啊 他有一个就是您说的一个是属于比较高端的了 还有我想他更大的意义上对于全民族啊 这个普及性教育 我这该怎么看 格子你的字写的怎么样 我在普通人里面还行 就是因为什么呢 我高中语文老师教导过 说这个再度各位 如果你一定要提前准备好多名人 提前准备好多名人呢 你就要提前准备这个名人名言 为什么要不然你到时候真的成名人之后 你是没时间想的 于是我高中阶段想了很多名人名言 以及把这个个人签名练了出来 这就是你看你们这一代人 就是功利型的教育长大的 我小的时候写过大字的 我看到的不是 我看到是他们的老师先于所有人 早早的把这个书法教育提高了 但是呢 我觉得我也很怪胎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这个字啊 写的跟狗爬的一样 那就是出来会产生恐怖的效果 就我是这么差的一个写字的一个 以至于因为这些年老用这个手机啊 很少写字 所以提笔忘字这个现象也越来越经常 可是呢 同时呢 我又那么样的喜欢书法 就是我近些年 所以他们写些人有个有个讲法 说中国文化呀 耐人寻味 就有的时候反正我符合这个规律 就是青年的时候喜欢西方艺术 越到这个岁数越大呀 越开始对中国的艺术啊 这个越来越喜欢 你看其中就有这个书法 小时候认识不深 现在就是你说我很自卑 就是我有老爷写不好这个字 我写的就根本没法写 可是我是那么喜欢看 我买了大量的这个字铁呀 踏片呢 这种书法的这种来来来来看 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开心 就是其实没我倒没有别的目的 就觉得很美 就觉得好开心 所以说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就是呃 我又觉得好像很悲观的 就是说恐怕早晚有一天会失传 这东西逐渐衰落了嘛 对吧 即便像我这样的人都没几个了 是吧 说说这么喜欢 对这个东西这么爱好 你是不是看到未来 我我是这样的 我从小我特别喜欢书法 但是呢 我没有条件学书法 我们那是乡村教育嘛 就是连书法课都没有 那我这字怎么练呢 我就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印刷屏 我就看着墙上的挂历 那个挂历呢 它偏巧啊 它又是用的那个刑凯 电脑里面那个刑凯 特别丑的一个字体 于是我后来 我没有练过凯书 直接练的刑凯 然后后来 而且它那个笔顺有点奇怪 所以我的这个 我自己知道我怪的哪 我写的字 然后同时呢 我又开始吐槽 我就想说 那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的设计一下 我们的印刷字体 让一个乡村的偏远少年 有个好的这个可以临摹 所以我明显感觉到 这个都是社会的错 你的老师找错了 就是今天社会上 你看这个要请曹老师来评鉴评鉴 这今天社会上风行的所谓书法呢 又离我让我那个欢喜雀跃的中国古人的这些书法呀 我觉得又好像不是一个范儿 朱老师用两个字形容了 他说书法要是放在课堂里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慢慢使大家欣赏水平提高 于是那些巧而伪的书家就被识破了 所以现在市面上很多很多伪书法家 但是因为他有个巧妙的包装 所以呢 你以为他是书法家 实际他不是 那我给您看两幅巧的书法 市面上的 是不还伪 在网上找的 这就是现在写的 你看 坦荡还是荡妇 这是盛传的 这个有意思 然后呢 宾至如归 宾至如归 那应该读成什么呀 叫什么呀 妇女至宝 妇女至宝 都是断的 妇女至宝 大家认识 再看 再看下边是什么 这个是据说是杜甫能动 杜甫能动 哎 曹老师 你觉得 就是说 今天的人们对书法的审美 你的评价怎么样 我的评价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刚刚这些念错的 这些提 提叫叫什么 扁啊 牌啊 是因为大众的认 认识书法 就是认识 不光是繁体字了 包括这种连笔的 曹写法 水平太低 包括台湾 以前八九十年代初 九一年第一次去台湾 那时候几乎没有大陆人去 台湾人很惊讶的说 你可以念我们的正体字 我就觉得有点开玩笑 比如很多正所谓的简体字 他们认为咱们的简体字 实际上是 连笔简 就是书法里面的这种 简写的规划了 就变成简体字 如果你没有认识书法的 你就 当然不会认识书法 认识简体字 所以主要就是一个 草书的认识 不够 第二 全民练习书法的 所以啊 就是我就看到 他们这个题啊 我的感觉啊 你看 因为我现在就发现 就是好多东西 这样就中国古代的这些个 比如书法 这些绘画 当然一方面 我的预测 是因为这玩意儿写书法的 可能会越来越少 尤其是未来的 我也没什么社会责任感 我也不想勉强谁 对吧 孩子们要真不喜欢 你说我能怎么办 但是呢 我只能尽得 我就觉得要是我的孩子 哎 你不喜欢 我是不能勉强你啊 但是我真为你可惜啊 就是中国的这个书法艺术 这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我认为是具有核心地位的 甚至以至于说 这个中国绘画当中 都有一个很 书画同源 人代的这个赵孟甫 甚至画 画主 片不就是片吗 画石头不就像转字一样的笔触吗 所以他就说什么 方知书画本来同吗 就是中国这个书法和绘画 就密切联系在一起 而且呢 甚至于我都有点迷信了 就是因为什么呢 比如说 好比说很多演员也爱写字 当然他们都以为自己写得很好了 但是 我还接到过一幅 对吧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有时候会发现呢 有些个 我认为演技很高的演员 好像往往同时 他们都爱写字 这个 我为什么老想尝试 想写一写 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培养我的审美 你觉得你的成就可能越来越高了 你必须写写 不要破了这个规矩 对 你看 就说我就看中国的这个字里边啊 你比如说 我们如果说 我这么讲大家能理解 比如说电影里面有一切 有人生社会的宇宙的一切 对吧 那么 我就要说书法里头更加是这样 他有一切都就中国的这个这个书法里边这个写字 你看我原来认识比较浅 到后来我觉得他整个你比如这个毛笔啊 他是个软的 他不但有什么结构 见价 甚至他在写的过程当中 他有这个提案 他是这个整个一个弹性 你想这是一个什么功夫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种舞蹈 这是一种太极拳 这是一种修身 这是一种态度 你所有的美感 甚至包括你个人的为人处事 你对这个世界的很多观念 都跟你的这种玩意儿啊 都会表现出来 我一直觉得纳闷的 就是我在国外这么多年 回来再看中国的当代艺术 我就觉得东国的书法 没有没有没有继承下来 在艺术家那是一个最大的遗憾 因为书法像你刚刚形容的那样 书法实际应该是最硬核当代艺术当中的一个身体艺术 一个行为艺术 你完全可以把它做成行为 完全是一种怎么去理解书法当中和人体的这种 人的精神 身体 力度 这种关系的一种表述 我反而觉得为什么我们当代艺术家不能继承 因为中国的书法向来不是艺术家继承的 中国的书法家一直是文人在发展的 所以 你这个观点也很重要 他是作为文人做文化的一个工具 写文章 而且他在文人那里的书法的位置其实不是特别的高 你要说一个大文人 你说您给我来一幅字 他会觉得你在侮辱他 这个董奇昌的字 他17岁考状元就没考上 就是最后他就拼命 就是因为字不好 拼命的练字 最后他变成了明代大师之一 你算上明代的书家 他是数一数二的 那再往前数赵孟福 赵孟福他的书当然也好 苏东坡 都是好 都是大官 而字又好 但是他们希望被认可的不是书法家这个头衔 而是这个文什么文 就是他的 他诗和文是他最希望被认可的 不恨我不见古人 恨古人不见我 我写这么好 古代人都没见过 太可惜了 就说这个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 这是个必备的这个本事 就说书法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单独独立出来 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艺术的什么门类 以前就是六亿吗 应该对应该在西晋是真正的单独出来了 西晋时期 王熙之 对 在他之前踏片啊 什么临摹呀 但是应该还可以再推到再早一点 但是王熙之那个时候是完全形成了一种独立的艺术 实际上刚才讲到说 你不是说回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吗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统文化有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书法 我们的六亿是李悦摄域书数吗 可是你说中世纪后期歧视的 他们的六亿是什么 就是什么骑马狩猎游泳 然后这个骑义和淫尸这种 我还跟你在接你上面说过 Steve Jobs那个苹果的创始人 对 Jobs他读书是哪个学校呢 叫Read College 我有幸在那教过几年 那个学校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他专门收那种极绝顶聪明 但又不规范的不听话的孩子 学校呢专门设了一个课 几乎是西方诗传的一个艺术 在他那设了 叫西方的书法课 就是中世纪超圣经超文书 都是那种书法 只有在Read College 李德大学得到了传承 那是他最著名的一点 Jobs呢在那个学校 他后来回忆 我在那个学校什么都没学 幸好有这个书法课 让我打发掉了一些时间 也使我后来的一切都基于这个书法课 对 而且就是安妮杰讲 没有就是因为乔布斯 他是在那个Stanford 做那个毕业演讲的时候 讲到这个这个故事 他讲到说他在李德学院退学之后的 整整半年一直在上书法课 然后呢 所以他对这个字体特别着迷 以至于他后来这个创建苹果之后 苹果电脑的字体是特别漂亮的 而Windows抄袭了苹果电脑字体 所以他后来很自豪的说 全世界的人们用上非常漂亮的字体 是因为我辍学那半年 因为你知道 就所以我老说 我说我很自卑 因为我的这个字啊 就跟狗爬子似的 所以我也没有资格去宣扬这个 可是我真是觉得你如果我是我的好朋友 我就会告诉你 对吧 我不无意就是勉强别人 就说中国的这个对书法 咱是不会写了 但是即便是欣赏 我就觉得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 甚至对我主持节目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呢 是我不能用语言跟你说的 他对一个字的这种结构 包括对于人的状态 你从书法里能不能看出人的状态 比如说云门五级的林怀民 他就看出了某种状态 书法在某种相度上 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舞蹈 它是一种舞蹈的状态 你看一个 假如说一个人飞龙舞缝的时候 但是在这个舞蹈状态当中呢 有平衡是动态平衡 这个东西包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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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 而且就是说 这个整个中国的书法艺术宝库里头 祖宗给咱们留下的这个宝库里头 我觉得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单一 咱们这个中华民族这个方块字 从古到今几千年大样没变过 这就太难得了在世界上来说 所以你看我在我电脑上随便找几张 就是我平常经常这个看的 你就可以看看书法的面目 有外行 他就不一定知道 他面目有很多 比如说你可以看看啊 这个这个三三子 我我我这个是很浅薄 比如说这个三西堂法贴里边的头一篇啊 还不是王羲之的 是中游的啊 中游都是学这个学过这个 不是王羲之都学过中游的吗 你看中游的这个这个字啊 咱就不细说了 细说得曹老师来解说 我就是说美的不可方物 你知道吗 而且难写的 我试着写一写你才知道有多难 你再看 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又是一种言真卿的争作为铁 你看了吗 他又是一种面目 可能有些人呢 猛一看会觉得这个草不垃圾的 这也叫好看吗 哎 你越看越好看 你再再往后看 它是一种性情的流露 你看这又是什么呢 三千年以前青铜器上的文字的踏片 在青铜器上踏下来的 这又是金文 这是我相当喜欢的一种字 我一个字都不认识 但是我把它当画看 我认为非常美 对吧 应该认识几个字吧 对 你看这是什么 我跟你说啊 中国文人的就就号称天下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蓝亭集序 你看我现在给您看的是什么呢 米符宋代的这个苏黄米菜这个米符大书法家 他学就中国文人一般都领过蓝亭集序 你知道我拿米符林的这个蓝亭集序啊 跟这个故宫冯成素的那个一比啊 你才知道米符林的多么像 就他曾经这样亦步亦趋的去学习王羲之的蓝亭集序 所以我要给你看看米符到后来发展出的他自家的面目 你看 这就是米符的另一种面目 写给我的吗 写给窦先生的 你看 这里面还有个故事 咱们先把这图片看完 你看 这又是米符的这个蜀素铁 就是 又是他的一种面目 号称是狮子薄像啊 就是非常用心写的这个蜀素铁 所以你看 我们拿这么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就知道 这中国这个书法宝库里蕴藏着的这个面目啊 太多了 我刚刚插一句 就是因为刚刚看到那个图 为什么米符前面写的这么漂亮 后面突然就变成狮子薄像了 突然变得这么有点剑拔弩张了 其实是受到了苏东坡的批评 苏东坡说 他就在领了所有唐以前的各家 写的特别漂亮了 拿给苏东坡看 苏东坡说比元章淡之好之为好 你只知道好是好的 但你不知毕露中有志好 他突然明白了 转而学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 王献之也是苦于突不出 突不破他父亲建立的名声 于是他就寻找一种四七偏正 走出带有一点非传统 走一点别道 米符往那一学 所以你看这个变化 这种变化 其实就是中国的书法 不仅仅像你刚刚说的那么高的成就 而更重要的是 它里面充满了非常诱人的 整个文明的故事 各样的故事 真的 这真是文脉书法的 因为其实跟现代的人 任何一个门类里的探索一样 不断的建立规范 然后又突破规范 然后又树立 然后又什么传统创新坚持 所以我觉得人间万类 宇宙万类 也都在中国书法的字的方寸之间 对 这里面有东方的价值观 你像我们说书法的人写的怎么样 什么能品 一品 一直到一品 是吧 至高的境界 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 它不是说你单纯把一个字 你就写一个字 我写成什么样 它就是一品 一品 它携带着文化 人品 格调 对你整个人生 是无数的综合因素 对 所以我就觉得 为什么这东西 我老觉得吧 其实你像曹老师 他们这个就是真的是研究家 而且呢 很多人呢 是这个家学渊源 这个咱们没法比 但是呢 我就老有一个不服 因为我出身就是个工厂大院的子弟 我也没有什么文化 我父母亲都是搞理科 理工科的 对吧 就是我 我认为我就是个很俗气的人呢 那么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东西我原来什么都不懂 那我能觉得喜欢 那我也不认识他们写的是什么字啊 他就是最简单的意义上 他就真的好看 而且越看越好 我跟你说比什么电影都好看 但是呢 我没法强迫别人 你没办法革子 我没法强迫 我只是觉得 就是你 我是如果你是我的孩子 我真是为你感到可惜 我但我并不准备勉强你 可是如果你愿意稍微费点心思 你进入这个大门呢 我觉得没白活 真的就是咱们是中国人 咱们的祖宗几千年 从从甲骨文到金文 到这个这个甄草利传 这么多的书家 一直今天 哎 哪怕说咱不看今天人写的字 光看看这些古代人的 这个里边的这个美感 我觉得对我的营养啊 怎么形容 都不过分 会有一种真正的愉悦感 我记得我前一阵去那个龙门石窟 看卫碑嘛 他有一个窟里面 二十个卫碑嘛 我在那待了小两个小时 一动不动就在那看 虽然也看不太清楚 但是还是感觉到说 他在我边上 那种那种文化上的那种 很难形容的感觉 就让你觉得驻足不想走 特别需要人把这种 很难形容的审美感受 形容出来 特别需要 这样 因为我们都是老师教徒弟 师傅带徒弟 这个好 那个不好 怎么 但是这种感受 如果能够理性的 相对理性的 把它描述出来 更多的人能体会到 哎 对了 这就需要曹老师多做文化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这个 就是说中国文化 跟这个西方啊 它也不太一样 西方呢 它好像都是一种叫做构成论 就是这个 咱们的这个文化叫生成论 是从一个来源就那么生成 而且咱们的很多东西呢 是综合的 就像你刚才讲的 书法最早呢 它是个实用的 对吧 它并不是说单独有一个艺术 但是咱们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文人 写写写写写 哎 你像我就说像这个青铜器上的金文 那就是一种神圣文字 在当时 那就是 赞刻在这个 这个祭祀的 李天的这个 这个 重器上面的这种字 他当时是一种什么状态去写 而且你比如为什么 我说我有点迷信呢 我老喜欢观察一些个人呢 比如说 我就觉得有些个人特别聪明 我往往发现呢 他有这个写字的爱好 我 我自己的感觉可能是迷信啊 中国过去有些讲法 比如说 自如其人 这个呢 也不能做生硬的理解 其实不一定 坏人也可能写字 康生 不一定坏人 康生写字 就非常好 蔡经的字很漂亮 蔡经的字就非常好 所以不能简单的这么理解 但是呢 他确实是人的某种格局和状态 必然反映在这个里头 你比如说 我现在说的这个中游的这个 中游的这个建计指表 三西堂法帖 放在头一位的这个 你说一看 最这一篇下来 你看就整整齐齐吧 可是他最大的字 比最小的字大出好几倍 他这个就 你你想到没有一个人 比如说咱当一个领导 或者咱当一个主持人 你知道吗 这个里面有你的一种平平衡感的训练 这种平衡感又不是单调的平衡感 你说一分钟 他说一分钟 不是 他是一种 一直在动态的活动的平衡感 所以你是高超水平的主持人 不是 而且还有具体的 就是说笔墨 中国人讲 中国 你欣赏中国绘画 很多时候要看你的线条 你这线条够不够有弹性 你的线条够不够有内涵 内在的力度 对啊 中国很多书法就是个线条美学 他这个线条的功夫 所以我老觉得对人呢 有某种 有某种很神秘的影响 这个你爱信就信 不信就不信 但我就觉得中国书法 真的是 咱至少要能欣赏啊 你就活着占便宜 真的占便宜 我想在你这一篇红论的后面续一句 以前我在零几年的时候回到中国来 真正的回到中国来做展览 就听到别人说中国文脉一段 怎么可能断 今天的书法它是细流 但是你这么一说 这又续上了 大家马上看到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咱们看看西方的传承 从希腊到意大利到法国到德国 它文脉再完整 它说的都不是一个语言 更别提有这么一个书法 还不说咱们还有很多东西 很多线丝丝举举的穿起来 所以中国的文脉是不可能断的 而且是最强 而且都渗透在细胞里面的 所以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倒是因为我常年使用这个电子设备 我倒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诉求 就是我们书法这么漂亮 但是我们的电脑字体 我们的印刷字体 在全世界属于非常差的 比日文差 比英文差 我只能读懂这两种文字 所以我倒是非常希望 我们能够把这种书法之美 能够像乔布斯一样贯彻到电脑里面 让这种美感 真正的去成为我们视觉美感中的一部分 你说的这个也特别好 你说的这个 你知道我最近不是在外边做个节目吗 你可以选择这个节目的 用什么字体 电脑里没有一个让我觉得能看得上的 什么要不就黑一体 咱说最简单的就黑一体了吧 剩下那些砍书那些打上去都觉得丢人不好看 最后我才是说我的一个台湾的收藏家的朋友 他自己电脑里有一种字体 他平常印他的收藏品用这种字体 我看有点有点像那个倪赞的那种字是什么 但是就是哎 终于我就发现一种字体 我说你能不能授权给我使用 我很感谢他就授权给我使用 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真的 你如何跟电脑结合起来 你能不能把中国书法里 过去咱讲言体字啊 什么流体字啊 曹老师你觉得这有戏吗 就电脑字体 当然有戏了 现在电脑里面唯一的有书法意思的就是核烧机体 烧机体就这么一个 它是真正的书家核烧机 那中国书法家太多了 你刚刚说到泥站 那灰中的受精体 受精体啊 太漂亮了 对啊 太多的体都可以 我感觉最遗憾的 就直到现在明代印刷像弄的那个送体 还是大家主要的一个字体 这个真的并不好 是毛进几股隔的体 大家都从上面挖字来